强劲的国际旅游需求 使得美国三大航空公司第二季财报亮眼 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以亚太区的同比增长最为强劲 不过日经新闻报道 中国大陆仍然是棘手问题 数据显示中国国际航班数量 仍旧下滑超过60% 美国两党议员致函给美国运输部长布塔 朱吉及商务部长雷蒙多 信中要求华府调查中国自动驾驶技术 在美国的流通情况 文中提到自动驾驶 镜头 光学雷塔 人工技术以及其他先进感测器和半导体的技术 都可以用来收集美国民众和基础设施的资料 并回传中共 布塔朱吉20号表示 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就像中国抖音海湾版T-TAC一样 有国安上的疑虑 中共三月底要求境内企业赴海外上市或筹资 都需要向中共证监会备案 台湾正习局透露 原先有11家台商准备回台上市IPO 占了今年证交所IPO目标数量的三分之一 恐怕因为备案卡关而拖延挂牌 进而措施最佳的挂牌时间 印度政府宣布停止非印度香米之外的白米出口 理由是天气影响印度农作物收成 外媒路透报道 印度占全球白米出口量的40%以上 超过泰国 越南 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总和 出口对象多达140余个国家 禁令可能恶化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新唐雅台电视整理报道